現在關心台中市檢出台藤 本土豬肉參加吃麵包 現在不是同一塊豬肉 都要入市民 有部分的關係 是連同一間台港的 都要緊急還要買 不過都要報到手術 最近有去查台藤的 鯛牛跟台藤 是都沒有隔著檢出三碼包 目前已經安排 保險最快的環點正前 到公佈 客家人員看這個冷凍 整個台藤安心地 冷凍的 鯛牛肉皮膚鹽測液 西布特羅零點空空2PPM 高雄新調節管持繼續客家 未到 回收港部的產品 因為西布特羅 先跟萊克多巴胺同意 受疫情受體所 不過沒有經過環境平衡 本來就近七歲三百斤使用 然後長期的話就擔心會有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台藤網站裡面 好像存在同意形其他肉片 台藤衛生協議到台藤 中公司對中產品流行 要你整個人經驗三步 有向先回收 分切成功相關的產品 因為台藤正前說 不僅是分切成功 當時切其他肉片 造成有可能性 包含中排肉 以及這一次驗出瘦肉精的同批商品 送驗 檢驗結果 瘦肉精的部分 也都是零檢出 台藤還在掛保證肉片 沒有問題 因為都立法跟各個政府 設立到肉體來完的 雍食店的客家用油 在這裡拆集資料到 在那些清 在某些的送驗都沒有檢測 事務處到病毒 衛生協議到性供來客家 咖喝手來不太多可能 在這裡挑驗性供的 在肉的相關都沒有驚訝出 現場亦備有作業前後相關的清洗記錄 豬肉是我們的主食 肉類主食 這個營養層面太大 太大了 所以不用得操碎 持用到分出品質都沒有驚訝 不過是怕做生部份 社會才驚訝 並且傷害的治療好 看年就希望 台中市府未來公佈所理 可以趕到頂進 彆冬官府是請農業部 很快來調查 公佈經用結果 為此農業部已經安排 來港幣三片保險 結果最緊急事公佈 記者送給報道